疫情解封之後 台中社中間攝影學會的創作能量大爆發 最近在護頓化中心舉辦了112年度的攝影展 展出了三大針劍展的得獎作品 展出了有100多件的創作 有人物、生態、運動、建築跟成文等 不同的手法表現出獨特的創作能量 微跡鏡是用105mm的 拍的紀錄如果要把主體拍的這麼大的話 應該是差不多30公分左右 指責作品解說 每件創作在光圈快門的控制下 都有獨特的構圖美感 台中市中間攝影學會 最近在護得頓文化中心 舉辦112年度攝影展 展出100多件作品 中間攝影每年年底都會 會內都會舉辦一個那個 叫做影展比賽 就是等於說我們明年 我們要拿出去各個地方參展用的 第二點 第二個就是我們有 前省聯繫我們六七個攝影協會 大家聯合在一起 我們看到叫做真劍 這真稿的 那我有28幅 台中市中間攝影學會表示 這些作品有的是真劍 有的是全國比賽得獎的 每件創作都有它的獨到之處 前幾年疫情影響 會內學員累積了不少創作能量 都在這次的疫情解封後 攝影展一次爆發 那這一幅就是 講的是 修行人的日常 那他們修行人不是有 要早上起來 就是送經禮佛 還有自己的生活嘛 那這個就是他的一個 生活的樣貌 我為什麼會照他呢 因為在一個很幽靜的環境裡面 他在做一個很美妙 很有藝術感的作品 這個夜鋪都要長時間曝光 而且拍這個藍眼內 應該要有那個 夜亮要稍微有一點補光的效果 那一天氣可能是 農曆的初一到初三這幾天 應該不好啦 應該是我認為是在 初六 初七 這幾天啊 台中市中間攝影學會指出 這次攝影展主題 有人物 生態 運動 建築和人文等 內容多元豐富 民眾從中或許能得到一些靈感 來精進自己攝影的創作功力 記者李靜陽 台中採訪報導